在著名美術館當中除了有許多的藝術作品 還有一隻黑天鵝非常討人喜歡 不過這一隻黑天鵝相當孤單 最近美術館傳出好消息 找到一對黑天鵝的新朋友 為此還舉辦了命名活動 金山區的著名美術館為人所知的 除了著名老师的作品之外 館內還有一隻從開館就一直在池子裡悠悠的黑天鵝小黑 不少民眾一定都覺得這麼大的池子裡 只有一隻小黑是相當的孤單 為此著名美術館在最近傳出了好消息 不但替小黑找到了一對黑天鵝同伴 還舉辦了命名的活動 民眾只要到著名臉書官網 就可以幫這對新同學取名字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小黑孤單很久了 所以我們特別終於引進了兩隻新的黑天鵝 他們是一對couple來跟小黑作伴 現在我們也特別舉辦了命名的活動 希望大家來為兩隻新的夥伴們一起命名 其實每一個遊客都會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牠只有一隻黑天鵝好可憐喔 然後朱老師還要做了那個假的白天鵝在池裡面陪牠 那我們其實已經跟需求的單位已經booking很久了 那最近呢終於他們兩隻呢也長大成人然後可以下水這樣子 黑天鵝小黑從開館就是館內的公關大使非常的親人也很愛說話 不過只剩下隻身一鵝的身影也讓朱銘老師特別打造了白天鵝作品與他相伴 民眾有時也會向美術館反映覺得小黑是相當的孤單有些捨不得 等待了許久終於有新的黑天鵝加入而美術館也相當替小黑開心 不過由於黑天鵝有地獄性的關係目前讓小黑與新同學隔離兩池 等待熟悉過後才會開放讓雙方共同生活 我們非常開心喔但是呢我們也有一點點擔心就是現在 為什麼大家可以看得到池子裡面有一條一道圍牆喔 因為天鵝其實是有地獄性的所以新的夥伴進來的時候呢 還是要讓他們先適應一下讓他們互相認識彼此之後呢 大概等個一兩個月我們再看狀況來把這道圍牆解除 為了要慶祝美術館有了新的生機 特別邀請民眾一起來為這一對一公一母的黑天鵝取名字 只要到著名臉書的官網就可以參加 創意命名入選還可以獲得精美小禮物 著名美術館歡迎民眾發揮創意 為新同學來命名 謝謝賴平函金山採訪報導